谢谢英宁获得两灯 进入抢麦环节 倒计15秒 现在开始 5 4 3 2 1 Kid 宝贵姓 掌声有请Kid Kid 大家好 我是Kid 我今年26岁了 还没有女朋友 我妈都急着要去 给我相亲了 我才不去呢 你说就我目前干这个职业 这个搞笑男的身份 我拿什么去和那种 婚恋市场里的 IT男金融男相竞争啊 人家往那一坐 西装革履 特别带拍 车上桌上一拍 我年薪百万 开公司的 我往那一坐 我年薪百万 开玩笑的 没法竞争 但其实 作为男孩 我也能理解我爸妈 因为作为男孩 除了父母 没人能在感情里 帮助我了 但女孩就不是 我觉得男孩女孩 最大的区别 就是团结 我的每个前女友 都有好几个闺蜜群 随时待命 他们的群终止 是一根筷子一折断 但众人食柴火焰高 离群孤艳飞不远 是一个辣妹三个帮的 兄弟们 你以为你在和 一个女孩 眉目传情 但你不知道 背后有多少个微信 在垂帘听证啊 兄弟们 有时候他不是 他这扁蛋不想绑在板凳上 他这其他扁蛋 不让扁蛋绑在板凳上 这就是为什么 女孩总说 我们要一个人 活得像一支队伍 因为他们真有啊 但这种凝聚力 这种团结 你在男孩身上一辈子 看不到 我参加的所有婚礼上 所有女孩 都是眼寒热泪 在帮着新娘拍照 披图选绿镜 但所有的男孩 都在等着新郎 叫出那一声 爸爸 这就是男孩 我们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 可以搞笑的机会 我们可以 不高不富不帅 但一定要搞笑 不计后果的搞笑 这就导致 一旦涉及到感情 我的兄弟们 就只会帮到忙 我之前带我的女朋友 叫我最好的哥们 刚子 刚子张队 第一句话就是 哎 昨天不是这个呀 这当时想明白了 我立马 就做了两个举动 第一 我打开了我的手机 删掉了里边 最直男的软件 直男浓度 最高的软件 某扑 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了 在感情里 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 boys help boys 这就好像 你看到你 班级里坐在 最后一排 那帮成绩最差的同学 组成了一个 study group 那哪是study group呀 那就是一本 错题集呀 他们就不是来学习的 他们就是来搞笑的 我之前在上面 发过一篇帖子 我说兄弟们帮我参谋参谋 晚上终于约到了 女神出去喝酒 喝之前 应该带她一起 吃点什么呢 下面赞最高的评论是 投包 纯搞笑 你作为直男 说过最浪漫的话是什么 胡人总冠军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第二个举动 我觉得我要知道正确答案 我要深入敌营 我下载了小某书 下载不准确 应该说是钻研 安装完他问我对什么方向感兴趣 我一次点了探电拍照塔罗牌 美妆穿搭淘白白 大书军每天推送给我的 我一条不拉 因为你推的 那就是我需要学的 那三个月对我来说 都不是一个季度 而是一次涅槃 那之后我又加到了一个女孩 加了微信的第一天晚上 我就帮他分析出了 他最近工作不顺 是因为上升行坐 双子座 刚刚进入水泥 后来见了面 我说你这个甜辣没封的外套是新款吗 怪不得那么好看 我给他买奶茶 买了四杯 让他选 给他拍照打开了九宫阁 到家之后 我还给他发过去一条 我说辛苦你了 这么迟好吧 把这么好看的装卸掉 他还给我发过来一条 嗯 也辛苦你了 姐妹 我这深入敌营 怎么还让招安了呢 当时毫不有欲 我就把我的某扑下了回来 比起姐妹的姐妹 我还是想当钢子的爸爸 小王上谢谢你们 好 那马上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 反正尽力了今天 然后我已经使了我很大的劲 就是 对 特别棒是吧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能开心 然后我也 希望以后有机会 和大家再先下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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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掌机 让我们恭喜Kate 进入晋级区 谢谢大家 谢谢 比赛进入白热化 还有13组选手没上场 只剩两个晋级名额 好 接下来的这类也不过算 大家好 我是Kate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主题是 不上班行不行 当然行 我就一天班都没上过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rapper 所以我以前 我现在今天看到 曾亿老师 我真的感到特别亲切 因为我们都属于那种好rapper 最起码我们遵纪手法 你知道吗 就是 不管唱得怎么样 人做得不错 人做得不错 刚来唱的时候 我就想着 不上班可以 但是不赚钱不行 所以晚上做音乐 白天找了一个 运动品牌的兼职 相信大家从我这个气质 应该能看出来 我当时主要负责的 就是女装的这一层 主要是 不知道你装那一层 所以那段时间 每天晚上在卧室里 录说唱 哪怕我是晚辈 也绝对不会谄媚 白天到店里 哎呀姐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但是哪怕我嘴这么甜 也有一些阿姨 我搞定不了 比如那种 拖了一个小拖车的 上海老阿姨 来之后 他们从来不买东西 他们只是想跟你说话 一张嘴就是那种 你过年才会听到的问题 哎小伙子 你在这里上班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哎呦才三千多 怎么活得下去的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哎呦没有买房 怎么活得下去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 都怎么吃啊 哎呦天天吃外卖 怎么活得下去 怎么 他就走掉了 你知道吗 他就从我面前走掉了 我经常感觉 我经常感觉这些阿姨来这个店里 就是想来看看我死了没有 然后有一天我真的死在这个店里 这个阿姨觉得我过来说 啊这个小伙子我知道的呀 哎呦他就是车外卖车死的呀 他就是 要么是租房的堵死的 又有可能是穷死的 后来就干了两月不干了 发现三千多在上海确实活不下去 就来做了这个脱口秀 还不如那个呢 干脱口秀也两年了 其实挺开心的 但是两年一直有一个事很困扰我 这两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问自己 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帅哥 我以前没觉得自己帅 我只知道自己长得不丑 当我干了这行之后发现 干脱口秀 你只要长得不丑 那你就是帅 带着这个疑惑 我去问了我们的公司一个女同事 她说啊我们之前早就讨论过 你不属于那种五官帅的帅哥 你属于我们现在说的那种 氛围感帅哥 我一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这张脸上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帅了 我的帅需要这么一个生僻的氛围 作为我帅的定语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氛围这个词了 我上次听到氛围这个词 还是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 说借堂课氛围两个部分啊 氛围两个部分 这是我上次就听到氛围这个词 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就是莫名其妙 但是做投球其实很累 不管是线下演出 还是这种录节目 其实这种录节目真的很累 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高强度的说话 导致每次录制完都是一个 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在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 在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下 碰到一个特别想跟你说话的网约车司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甚至从上车他说的第一句话 你就知道完了 我们录完第一期的时候 我就碰到这么一个 从上车第一句话我就知道完了 上车第一句话就是 尾号2118 哎呀 2118 送你回家 多大岁数啊 我看你也就 三十出头吧 我当然太累了 我只想敷衍一下 我说嗯 对 那你们在这个片场是拍电影的是吧 我说是 对 哦 娱乐圈哦 娱乐圈水深呐 千万小心哦 但是赚的肯定不少 那不像我们 一个月累死累活了 才两万多块钱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陌生人 素未蒙面就能戳到我的痛处 我沉默了 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现在这两万多块钱 哪里还算钱啊 你说说 刚在郊区买个房 车贷房贷一还 就剩一万多了 一万多够谁花的呀 够你花吗 对不对 对的 来 来 嗯 嗯 嗯 真的 大哥吸着一下之后 我就再也没听到说什么了 我满脑都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没有经过这么一天 辛苦的录制 我在全盛时期 能不能跟他聊个五五开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聊不过他 他比我还莫名其妙 我就在想 全上海到底有没有 一个人能治得住他 我只想到了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订单 这个订单是一个 运动品牌门口的订单 上来一个拖着 小拖车的上海老阿姨 上车之后 司机没说话 阿姨先说话了 小伙子你开这个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我们一个月就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 怎么活得下去的 两万多块钱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刚在郊区买个房 哎呦 这郊区怎么活得下去呢 这郊区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我们一般就是 哦呀 你天天吃 这怎么活得 你哪怕吃点外卖的 你哪怕 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OK 谢谢大家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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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KID KID KID 大家好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我以前是一个rapper 能看出来吗 怎么看 看出来吗 我还想再问你们一遍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我以前是一个rapper 能看出来吗 我之前18年还去参加过 说唱节目的海选 然后被淘汰了 当时被淘汰之后 我就坐地铁回家嘛 那时候我坐过 最奇妙的北京地铁 因为放眼望去 一车都是被淘汰rapper 当时 一地铁都是被淘汰rapper 脖子上都是金链的 你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过得安检 当时在那个车厢中间 我整个人疑惑极了 我说该不会 这就是你们每天说的 这个under 该不会 该不会这就是under 当然在海选的时候 有一些发现 发现所有的rapper 都特别喜欢说英文 你们没有发现了吗 当然 整个海选场馆里面 每个rapper 见面打招呼 一定是 Yo what's up man Yo what's up bro Yo what's up homie 我从来没有见过 一个rapper说 你好朋友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我听了一整天 他们都在说英文 但我听了一整天 我又发现 他们会的英文又不多 说来说句 一共有四句 Keep it real Respect DJ drop the bea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所有的rapper就会这四个 你不知道 跟哪个rapper说话 他一定说 嗯 yeah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We keep it real You show me respect 你问他abundance 怎么拼 他说啊 A B 我说大哥 你doin what 那doin 后来就没有 再做说唱了 自己总结了一下 可能也是因为 这些原因 我做不到Keep it real 如果你让我Keep it real 我就当不了rapper 因为大家知道 rapper就等于那种 特别帅 特别酷 特别有钱 一张嘴 给女孩唱歌 就是坐下 坐上我的副驾 你打扮的还是一样 很热辣 但我的经济情况 很困难 我没车 我一唱歌 我只能给女孩唱 我说坐下 尝尝我的泡面 哎呀 这个榨菜被我吃完了 实在是抱歉 看着其他的 看着其他的rapper 开着豪车 喝着拉肺 我在旁边买一份烤冷面 都得用花呗 我接受不了 让我接受不了 那都让我觉得困难的是 我没法跟我父母去沟通 这个事 因为我太了解我妈了 如果我去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不想要循规到举 安部就班 我要去找寻我自己的人生了 在我妈听来一定是 妈 我不想要我自己的人生了 这就是我妈 你知道吗 他们只会听到 我不想要帮他们的 但大学毕业那天 我还是鼓起勇气 我就找到我妈 我跟我妈说 我说妈 我要当rapper 只有我能整 只有中文说唱 我要带领中文说唱 走向新的高度 冲出亚洲妈妈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出乎一亮 我妈没有生气 我妈看到我一眼说 我可不懂 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吧 别好 我说妈 你这不是懂吗 你这不是 你这不是懂 你也太不keep it real了 我妈说没钱找你爸去 我就找了我爸 我爸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 他听我说了一大堆 他说儿子 I know 这个事儿爸必须支持你 给了我一个金链子 说儿子需要这个不 我说爸就是这个 有了这个 我就能当rapper了 以后赚了钱 我给你买条新的 我给你买车 给你买房 你不是喜欢钓鱼吗 我把你平时去的那个水坝 都给你买下来 名字我都想好了 咱爷儿俩就叫他 Rispa 谢谢大家 我是GID 大家好我是GID 不知道有认识我的朋友吗 我现在在全职运营一家 脱口球俱乐部叫山羊GOLD 位置是在上海市乡北路一号四楼 微博是山羊GOLD上海 公众号也是这个名字 我的表演结束了 谢谢大家 还有个玩笑 有很多人说会很羡慕我的工作 但其实这也是一份很枯燥的工作 因为它重复性很高 每天都要少上百张的门票二维码 而且就经常为了等迟到的观众 我就得守在那个剧场的入口 经常会觉得 我是为了几个不一定会来的陌生人 而把自己关在了艺术的门外 在脱口秀的殿堂前来回踱步 要么你们看脱口秀 要么是通过线上 要么是通过线下 我不一样 我通过门缝 透过门缝 看到我离幽默的距离这么近 又那么远 有时候都觉得 我都不是一个脱口秀的工作人员 我就是脱口秀的守门人 你们懂我那种感觉吗 就是这帮人能有今天 还不是因为 还不是因为 我占好了每一班岗 哪有什么英雄 只不过是有人在负重检票 谢谢大家 我是KID 谢谢KID KID讲多个秀有一年吗 刚好一年 好 一年是不够的 希望大家去山羊检票的时候 给KID多一点关爱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表演满不满意无头